提起赌王何鸿燊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甚至在熟悉不过了 前不久刚试试的他再次登上了热搜榜 了解何鸿燊的都知道 他不仅长得非常帅气 还是澳门地区最大的富豪之一 曾吃炸江湖多年 也算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 并且自己的一生让人敬佩又羡慕 何鸿燊一生不占赌 却一手打造了澳门博彩业 让澳门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赌场 所以在不少男人看来 何鸿燊的人生非常成功 后来的他不仅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娶了四方太太 个个都是风情万种各有特色 而且还有十七个子女 但网传赌王最遗憾的就是励志了 不过励志最终却成为了李连杰的妻子 在早期的影视圈当中 励志可谓是一个惊艳了整个时代的女明星了 能够与他共同出演一场戏 是很多男演员们心中的梦想 他那精致的五官与独具的气质 让他成为很多人心中靓丽的风景 励志因为身材气质俱佳 所以在1986年参加了亚洲小姐选拔赛 最终获得了冠军头衔 进入演艺圈之后 也是出演了不少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如群龙戏风 老虎出更衣 双龙会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人都认为励志就是魔鬼身材 和天使面孔的完美结合体 即使是见惯了美女的赌王 也曾拜倒在励志的十六群下 励志想要把他娶回家当舞太太 励志的美让赌王一见清新 并且励志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人 据说何鸿燊是在一场舞会上认识励志的 励女无数的何鸿燊一眼就看中了励志 并邀请励志和自己共舞 之后两人便开始拍拖 这个情节倒是像四姨太梁安琪和赌王的初始一样精彩 当时励志也很喜欢何鸿燊 并对两者的交往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无论二者的目的如何 在亲和雨的驱动下 何鸿燊公开决定要纳励志为五姨太 可在不久后 关于励志将成为赌王五姨太的传闻闹得满天飞 二姨太兰穷英听说后立马坐不住了 他随即和四姨太梁安琪连起手来 将这个难路不明的女人赶出何家的家门口 甚至还对励志实行了江湖追杀令 最终励志不得不逃离香港远走美国 为了要守护好家宅 也为了要保护励志的安全 何鸿燊只能与励志分开 便狠心地和励志分了手 而且还向妻子们保证再也不会和励志有联系 所以这才让太太们放弃了对励志的包袱 后来 励志又遇到了李连杰 当年的李连杰见到励志之后 便深深地爱上了励志不能自拔 当时的李连杰是有老婆和孩子的 为了励志 他与自己的妻子离婚 然后马上就与励志谈起恋爱 两人是因戏生情 励志当时对李连杰说 如果十年之后成功了 就与他结婚 最终励志还是成功地被李连杰打动 两人相恋了十年之后 共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也有了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非常甜蜜幸福 如今的励志也淡出了娱乐圈 但对于励志也堵王一直流传的恋情 所以在一次访谈中 励志也是被问到 你和何鸿燊谈过恋爱吗 不料下秒励志的回答 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因为当时励志否认了这一段恋情 传言未经证实 真真假假我们也无从得知 那么 你们觉得励志和何鸿燊有在一起过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